每天五道题第一题 什么excellent idea you've got 你的主意真棒 很显然在考核感叹句的用法 解决这类题 我们记住一个小妙招 足语前面画条线 这是足语 这是位语 在它前面画条线 前面如果是名词 我们就用what 或what a或m 前面如果是形容词 就用how 那我们来看idea 这是一个单数可数名词 又因为excellent 这是一个原因因素开头的单词 所以我们要选择what and 第二题 she stands什么the room 她站在屋子的中央 in the middle of 是指在什么什么的中央 就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所以本题选择c 第三题 I don't have a pen Can you love me什么 我没有钢笔 你能借我一只吗 上文中出现名词 下文中要用代词来替代 作为代词 eat 指同类同物 比如说 I have a cat I like it 这个eat 指的就是这只猫 用eat来替代 one呢 它是指同类不同物 比如说 Tom wants to buy one Tom也想买一只 这个one 是同类 指猫当中的另外一只 所以呢 本题当中 不是要最知笔 要另外借一只 选择c 第四题 Some are good friends 我凯特和基姆 是好朋友 本题考核单数人称 顺序排列问题 解决这类题 我们记住一句话 就可以了 2131231 第一人称 最谦虚 把第一人称 放在后面 当然了 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 第一人称 要回到首位 所以本题选择c 第五题 Would you pass什么 a glass of juice 请递给我一杯果汁 好吗 pass是一个动词 意思为递给 后面要加 binger的人称代词 这三个词当中 只有be 是binger的人称代词